在娱乐圈里,整容已经成了家常便饭,特别是对很多女孩们来说,很多人都有整容上瘾症,越是长得漂亮的人,相反还总是不满意自己的长相,花费巨资整容的人更是不在少数,而花费400万整容的著名网红小C娜娜就是其中最好的代表,花了400万整容,把全身上下能动的地方都给动了。 但小C娜娜仍是不满意,最近她又要花一大笔钱去做整容,比如说要去把下巴绒了,下巴现在太尖,不好看,眼睛也要重开一下,鼻翼太大,要切一下,还要继续做全身抽职等等。 而就在近日,小C娜娜也是公开了自己年少的照片,据悉小C娜娜以前上的学校非常不错,自己的学习成绩也很好,但是由于长相问题,她有些自卑,而且班里漂亮的女孩不少。 在对比之下,貌似从小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,其实小C娜娜以前长得还算清秀,只不过有些婴儿肥而已,所以显得有些胖,但是只要稍稍打扮打扮,整个人都不差。 当然,小C娜娜这时候公开自己年少时的照片,无非就是想给自己频繁整容找个理由和说法而已。 整容最初的初衷是为了让脸部烫烧伤或者面目丑陋的人进行治疗,现在不需要治疗的人却希望通过整容变漂亮,实在是太异想天开了。